过去五年投资新加坡已经成为中国创投权日门的话题 到底要不要投入新加坡市场也成为很多大企业重点讨论的内容 我们找到了一份资料显示 在针对600家中国著名企业的调查中 目前有42%的企业正在计划投资东南亚 而新加坡是最佳首选的日门地点 实际上简单从新加坡富豪榜来看 就不难发现不少中国富豪都选择来到了新加坡 甚至很多中国企业也因为不想陷入中美贸易纠纷带来的风险 决定跑到新加坡 结果就是新加坡过去三年的外国直接投资FDI 数而是高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 中国企业选择搬迁到新加坡这座小岛 看重的肯定不只是新加坡国内市场 除了辐射东南亚六亿人口市场 同时也是把企业做到全球市场的一个中的跳板 相比欧美国家和中东国家 新加坡同为华人文化圈 更容易被中国企业所接受 今天华人百科也将从五个层面和大家来深度谈谈 为什么90%准备出海的中国企业都会先看新加坡 节目开始前给大家介绍一款 我最近也在使用的交易软件 最近几个月新能源汽车和人工智能的上市企业 受到特别多投资者青睐 吸引了不少朋友关注 如果大家也想要在产业发展前期慢慢买入一些有发展潜力的优质企业股票 推荐大家老虎证捐 老虎证捐成立于2014年 是一家在美国纳什达克上市的公司 今年是公司成立9周年 因此推出了4份礼物给大家 第一 新开户的朋友 账户闲钱可以享有高达6%的利息 第二 新入金的用户 180天内无限次交易每股都是零佣金 一年内无限次交易港股 新加坡股和A股同样零佣金 第三 入金300新币 可以免费得到价值10美元的苹果小份儿股 第四 入金1000新币平台也会赠送30美元的苹果小份儿股 外加一次必中的筹奖机会 抽取著名科技公司股票 最高可以得到特斯拉一股股票哦 而且现在平台支持WISE 出入金特别方便 有兴趣的朋友还在等什么呢 现在就可以点击信息栏的链接 还有额外的专属福利等你哦 数据显示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财富500强企业 都选择在新加坡 瑟利亚洲区域总部 或者全球总部 而如今这块小土地 也不再只是美国或者欧美企业的地盘 也是中国科技公司重视的市场跳板 举个例子 全球著名的联邦快递FedEx 也已经将亚太区总部从原本的香港办公室搬到新加坡 以便能够更加灵活的连接公司在亚洲的业务 除了美国的联邦快递 华为也是在新加坡设立了区域总部 现在又开设了第一个5G人工智能实验室 甚至新加坡主要的电商平台侠皮 也有腾讯的加持 而Lazada则是阿里巴巴控股 有趣的是 去年2月中国才刚崛起的SHIN电商平台 也将公司主体变更一家名为Roger Business的新加坡公司 连创始人徐阳天也获得了新加坡永久居民的身份 说得简单些 这些中国巨头或者且创始人 如今都选择聚集在新加坡加码布局在市城的规模版图 中国大陆内也出现 越来越多帮助中国企业裸体新加坡的服务商 因此加速了整体的流程 不仅如此 自从元宇宙被潮日之后 Web 3.0 区块链 虚拟货币等领域也跟着盛行 但是在中国内 这些领域或多或少都有更严格的政策限制 而放在海外开放的国家也取得可数 而新加坡却是那个少数亚洲国家 可以接受这些新型产业的国家 另外我们需要留意的是 新加坡在全球经贸版图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翻开全球版图 能够把欧美、中东、东亚经贸关系搞得最好的 新加坡应该是亚洲代表了 首先新加坡在2022年 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协定内的14个国家互相实施关税减让 让企业可以享受税务减免的红利 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小型经济体 新加坡除了签署RCEP 在过去10年 也签署了将近27项自由贸易协定 三项数字经济协定 以及首个绿色经济协定 它们都是帮助企业走向更多市场的 在这些自由贸易协定下 许多企业节省了不少关税 传统上从新加坡出口的产品 会面临另外一个国家进口的关税 这些成本最终将会转嫁给客户 在加入了这些自由贸易协定的大群之后 企业在出口到协定的伙伴国时 就可以享受关税减免 降低整体的成本 直接的好处就是 在各国的市场与其他国家进口的产品相比 更加有竞争力 这就是自由贸易协定最大的意义 另外新加坡的自贸区 主要起到的就是转口作用 新加坡的海港装向量是亚洲第二 超过80%都是转口贸易 新加坡凭借着自己的优秀地理位置 都会让企业把物流点放在新加坡 之后以更低的成本把货物运送到目的地 就单凭这一点 新加坡已经成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物流枢纽 和世界贸易的通道 也是为什么各大中国企业愿意压重金在新加坡 根据经济学人库的经济研究 新加坡已经连续15年 蝉联全球最佳营商环境国家 说实在新加坡有这样的头衔并不压抑 因为新加坡政府向来都采取了开放性政策 打着清善的口号 吸引来自各国的企业加入新加坡 而且新加坡政府为了打造一个清善的环境 都会把每个细节做得特别完善 不仅懂得提升劳动者以及公务员的效率和素质 另外一边也会砸钱维修或者建造海港 机场或者地铁这些基础设施 说得详细一点 新加坡港口目前有1000多个停泊位 而300多台起重机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其中一个港口了 预计到2040年 每年的货物吞吐量可以达到6500万个标准机装箱 另外在法律方面 新加坡政府也非常重视知识产权保护 所以这些外国企业才会放心来到这里开设办公室 值得一提的是 新加坡还是世界上公司税率最低的国家 新加坡一贯坚持以低税负政策来维持它的投资环境竞争力 在新加坡 企业所得税只有17% 从整个亚洲来看是非常低的 不仅没有资本收益税 也没有遗产税 再加上政府不仅会拨款给企业用在人才培训 2021年新加坡政府还宣布投资38亿新元 加强数字科技发展以及人工智能 如此大手彼得持续投入 无疑对中国出海企业有十足的吸引力 我们都知道新加坡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天然资源的小岛 所以新加坡政府最大的本事就是创造资源 而人才就是新加坡目前最重要的核心资产 新加坡政府从独立开始都非常注重教育 从李光耀时期制定的双语制度 再到打造全球前十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以及南洋大学 新加坡政府所打造的教育方钢一直都是周边国家学习的榜样 在2021年新加坡的财政预算案当中 交易拨款的比例竟然是最高的 高达136亿新元 这比负责经济的贸工部还要更多 然而政府积极拨款的资金确实也没有白费 因为在2022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榜中 新加坡的人才竞争力在亚太区是独占凹头的 在全球范围内更是位居第二 当然对于一个人口只有几百万的国家 依靠本土的人才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新加坡除了自己培养人才 同时也非常积极招揽各国人才 尤其现在新加坡科技生态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大 许多不同背景的人才都被这些科技巨头 吸引选择投奔新加坡这个打工天堂 那比较少人知道的是 新加坡政府还会根据培训方针 来决定替这些公司承担培训费用 既能够帮助企业培训人才 也能为国家多了一位人才 而且单从今年TikTok CEO周受之 代表TikTok在美国的听证会 具有明白新加坡人才战略在全球的重要意义 有人曾经说世界越乱 新加坡越强大 这句话其实并不是只需物有的 就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繁送中游行后 很多欧美企业也担心 不稳定的中美关系会影响更多事情 所以呢新加坡也顺势 从香港手中夺得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头衔 简单来说就是当台海局势升温 中美局势不太友好时 新加坡就能够尽悄尽成为许多国际企业的Plan B了 先不说谷歌还是领英 这些科技大佬早已经搬到新加坡的事 就连Zoom也已经在新加坡建立数据中心 德意志这所德国最大的银行 也将办公室从香港搬迁到新加坡 戴胜也把企业总部从英国伦敦搬到了新加坡 这场大风吹直接反映出新加坡的竞争力到底有多强大 而香港的亚洲区域总部也正在逐年减少 实际上这是因为新加坡政府也在推行区域或者国际总部计划 如果企业将区域总部或者国际总部设立在新加坡 就可以适用更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因此大家才会说新加坡既清商也低税 另外新加坡的政治比起中美贸易战中的两国来得更加稳定 国家独立至今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的动乱 再加上政府打着连结和务实的旗号 许多外国企业也不敢冒着中美贸易战的风险 选择把数据中心或者总部搬迁到新加坡这个中西逢源的好地方 尽管新加坡深受外资青睐 但如今的角色已经开始兑换 因为政府深知今天涌入新加坡的不再只是人才 也有一大批的企业和大富豪 因此国家在家族办公室这计划上也随之提高了门槛 甚至也收紧了工作签证和永久居民的发放 目的就是要减少不是太高尽职的人群涌入 挑选经营中的精英 富豪界中的真正富豪 最后在新加坡高速发展的背后 带来的也是水涨船高的生活开支成本 你最近有到过新加坡或者你也在新加坡生活吗 不妨留言告诉我们你所看到的变化 欢迎把这一期视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这里是华人百科一个关于华人和亲戚的频道 如果你也想要一起探出更多被埋没的华人故事 记得订阅我们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